就是我遇到一些人 我遇到一些人 总是谈北上广市这些大城市说 抛开房价不谈 我有时候 真的我有时候 不想说啥 你抛开房价不谈 你谈什么 是不是 就是我们谈人活着 大部分人活着相对来说 都 什么都相对来说 是为了一定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 是不是 温饱问题的 为了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 也好 事业也罢 你怎么可能抛开房价不谈 对不对 就是有太 就是在北京什么 抛不开 因为房价跟房租是挂钩的 房价跟房租是挂钩的 对吧 你20来岁什么 你20来岁是不是通勤时间四五个小时 你是能接受的 但是得到40来岁通勤时间四五个小时 你接受不了 对吧 40来岁的话 你通勤时间 四五个小时 你接受不了 每天上班就跟出差一样 每天上班就跟出差一样 所以能接受了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 北京确实有更 北上广生这样大小时 确实啊 这是事实 确实有更多的工作 或者就业机会 这是事实 这是我们完完全全不可否认的 否定不了的 但是综合起来看 你是否合适 就是有的人什么 相对来说 做亲情 做感情 什么 这个企业的话 能挣固然好 挣不了 能养活自己一家人 就可以 有些人是什么 对企业来说 特别看重 那你去北上广生 确实合理 就是我 我谈论任何问题 我从来不会说 抛开理智不谈 抛开什么 情感 抛开理智 抛开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 谈任何问题 我们抛不开 因为我们是个人 如果你抛 谈任何问题 抛开了 你说人能绝对累性 那你是不是扯吗 你都不是个人了 你谈 谈人的问题 你都不是人了 你谈人的问题 没有任何意义 懂吗 就是我们谈任何问题 你要 要站在人的角度 去考虑 而不是 什么 站在少帝的视角 去考虑问题 因为站在少帝 视角考虑任何问题 都 扯淡 都是扯淡的 就北上广生 这样的大城市 是吧 就业机会确实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 在同等桥界下 你能不能培养出一个 能在北上广生 留下来的核心技术 这是重要的 在这样的核心技术的 什么 前提下 你能留在北京 这些问题 也是很 具体 对吧 是很具体的问题 就很多人 什么 考虑是很多问题 总是什么 解好的 就是好的和坏的 综合起来 最后 对不对 综合起来 好的又坏的 综合起来 最后 还是这里好 这才是真的好 而不是说是 是不是 这个城市好不好 别人 跟别人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这个城市 你认为什么 好 你就会留下来 你认为什么 相对来说 对你来说 没那么好 你就不会留下来 懂吧 就我 我的 我自己 我自己 你上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一般 学的专业也 相对来说一般 对不对 学的机械法 机械方面的专业 机械方面的专业 最重要的是画图 最重要的是会画图 但是我不会 所以你会发现 我毕业以后 转行了 转行了 没有干老本行 对吧 所以我 我很多时候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 是以我自身的视角 去尽量的什么 全面 以我自身的视角 尽量去全面 去分析一些社会的什么 一些问题 一些现象 而不是说抛开北上广 这样的大城市的什么高房价 有很多人什么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总是认为 就是你孩子 你在北京 没有北京户口 或者是没有在北京买房 买学区房 你孩子 因为你交了保险的原因 可以上小学 可以上中学 但是不可以在北京高考 这是很多时候目前 扭转不过来的 对吧 这就叫我工作场合的一些女性 就是什么 她自己工作 生了孩子以后 几乎不管 从小学四年 从小学 从四岁开始 绝脱 从四岁开始绝脱 懂吗 从四岁开始绝脱 就周六日 就周六日休息的时候 偶尔回来一下 偶尔回来一下 她也忙着顾不上 然后把孩子交给什么 丈夫交给什么 她的姥姥交给她的 什么爷爷 奶奶 带 然后出现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很多什么 很多从小家里边 没有父母 没有什么跟孩子培养 培养和良好的感情基础的 是不是 等到初中或者高中以后 必然会 有什么 有一些社会问题 对吧 这是我想说的事 就是我们 谈任何问题 我们不能说 抛开什么什么的 不谈 对不对 我们只能说 这个大城市里面 有这方面的优势 对不对 有这方面的优势 这个优势能不能弥补一位高房价带来的劣势 对吧 就我 我自己在北京的话 一个月工资七千两块钱 公司是管事管住的 我如果不结婚 对吧 我如果不结婚 如果我不结婚 同时我如果什么不管家里 不管爸妈 不管家里 是不是 不管爸妈 不管家里 无所谓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去 去北下广世界的大时发展 你自己是个孤儿 无所谓 是不是 挣个七八千 将近一万两块钱 高房价与低房价与你没有关系 对吧 就我 我的工作 我在北京工作的地方是房山 房山的话 小队的说租房子 租个预金室的话 就是一千两块钱 租个预金室 差不多一千两块钱 一千到两千 不得 看你聚齐 看那个聚齐的什么 小区怀进 对吧 他的房价好像早了 我聚齐 一万五左右 一万五左右 就是你在这样的地方 可以买房 是不是 但是你买房以后有太长的通勤时间 超长的通勤时间 而且什么 你被移 什么 你还是可以在北京上学 也可以在什么 北京的周边上学 但是 不可以高考 对不对 不可以高考 就是你在北京 想要拉平孩子 在高考方面的劣势 那就必须用 什么 一是你孩子必须要 要有 超强的竞争力 二是 就是说你的孩子 学习能力要特别强 学习成绩要特别突出 第二点 你要有足够的什么 经济基础 对吧 所以有太多时候 我们考虑问题 不能极其是什么 说去北少广城这样的大城市 确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它不适合所有人 对不对 它只适合什么 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 它只适合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 是不是 就我 我们公司很多人 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 就是在北京 这个五六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特别轻松 活得特别轻松自在 特别活得轻松自在 对不对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这些几年的轻松自在 你不可能 说一辈子 就这样得过且过吧 在一个公司里面 得过且过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谈任何问题 要什么 要很聚起 很聚起 北京 北少广城这样的大城市 确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 我想说的是 你如果一直处于这种 什么 低水平的 低水平的 什么 处于这种低水平的打工人 一直处于低水平的打工人 一直一直处于消队来说 是不是 挣点辛苦钱 你没有必要去大城市 真的 你没有必要去大城市 因为你总有一天会回老家的 差不多你四五十岁必然会回老家 你回老家有什么 你回去谁都回了老家什么 老家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的人群关系 你的什么 思想认知 都什么 都跟老家的人格格不入了 对吧 就是有太多东西 你在什么 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要更加全面一点 不能急急什么 说抛开 抛开罚架不谈 把最大的问题拿走了 剩下的小问题 剩下的小问题 你还谈个屁呀 是不是 这就像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说 很多人 很多人谈问题的时候 要是说历史的时候 如果说说历史的时候 抛开 是不是 抛开皇帝不谈 抛开政府 抛开什么 那些官员不谈 谈老百姓 你谈个屁呀 是不是 过我们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步 是不是 官员 和 帝王的斗争史 我们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步 官员和帝王的斗争史 都啊 谢谢大家